那我们今天要成佛 用什么微妙法呢 念佛最简单 念佛成佛 你说念佛太简单了 有没有更复杂的呢 有 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学吧 反正太复杂的 一天两天说不清楚 有简单的为什么不用呢 我想学高明一点 念佛本身就很高明 不念不知道 一念念不好 不高明嘛 你不要以为这句阿弥陀佛那么好念啊 真念下去真没那么容易 种种法门可以尝试 但是要真正开显佛性 则需要一门深入 才能够将自信彻底打开 很简单啊 就像那个讲堂有很多门 开了这么多门 干什么呢 四面八方 大家随便从哪里都可以进来 大家听仔细了 从哪里都可以进来 但是随便什么人 同时只能走一个门进来 你没有可能同时走两个门进来 一定是进来的时候就走这一个门 随便东边还是西边 任学 进来的时候一脚迈进来 一定是一个门 没进来之前 你可以绕绕一圈又一圈 这个门我认识 那个门我熟悉 南边东边西边北边都知道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 我认识很多门 你进来没有啊 进来一定是一个门 东门也好西门也好 一定是一个门才进得来 什么缘故呢 我们就是一个心嘛 没有可能同时从东西两个门进来的 没这个可能 多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了解的时候 可以多方面了解 就像这些门 你在门外可以 每个门写一篇论文去研究 这些门的方位 这些门的材料 这些门起什么作用 你都可以写 研究报告 但你要进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放下吧 一脚踏进来就行了 它没那么复杂 所以佛法无量法门 我们认清楚了 谁选一门都可直通自信 真正要彰显佛性 我们说成佛 则可任选一门 是一门 那其他的门呢 那是没进来之前 做的了解工作 或者进来之后 自然了解 进来之后看到 这些门的功能都一样 不过就是让人进来而已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走进讲堂 这些门并非用来炫耀的 并非用来迷惑大众的 也不是让我们东边门进来 在西边门出去的 这些门的唯一作用 就是给大家进来方便 种种种门 种种门皆是方便法门 所以认识清楚了 我们就知道 选有缘的门 走进来就可以了 得微妙法 称最正觉 我们今天 任选一门 比如我学净土 念佛 这一门可以称最正觉 那么这一法就是微妙法 这是成佛之法